过去六年七年 在我们大华府周围 首先我们亚裔的人口的增长是挺快的 过去十几二十年亚裔人口的增长是很快的 那么在公校里面亚裔学生也有14% 那么有些学校 因为我们亚裔居住比较集中 甚至有30%到50%都是亚裔的学生 而且在我们周围甚至在全美 都有一股亚裔出来参与从政 参与社区这个过程中间的一股热潮 那么我当初最早也是从家长会开始 就是华人家长作为一个公校和社区的一个桥梁 这样的性质 出来参与到社区中间 然后做得多了 我才发现 其实如果你等学校出来争取你意见的时候 其实那个政策的制定 已经到了基本上到了最后的那个阶段了 你怎么样的反馈意见 到最后也只是微调 而不是从最开始就能够塑造这个什么样的政策出楼 或者是一开头朝哪个方向走 所以我是觉得呢 我们大家的参与是对这个教育的质量和教育的方向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如果想要更有力的话 需要有人坐在桌面上 坐在桌面上 视觉测试 这是其一 第二呢 我也觉得刚才我提到过 就是亚裔孩子的职业选择 我们的学生常常大家会觉得我们的孩子大概就是学数学 学电脑 学物理 那么我们的孩子可不可以学一点别的东西呢 也许我们的孩子有些是希望学这些 但是他们并没有机会去完全的探索这些不同的职业 因为并没有在这些职业上领导他们的人 或者他们没有找到这样的领导人 所以我也觉得所谓的representation matters 所以我也觉得我们也急需有亚裔的领导人 所以在去年前年pandemic这个疫情中间呢 我们首先是上网课 上网课之后我们回到学校 然后我就发现学校 就说上层有一系列的政策推出来 但是我都觉得这些政策没有考虑到学校里面的实际情况 当时我们很短缺老师 很短缺开校车的工人 然后呢学生们的精神状况不怎么好 有一年多没有在一起 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 但是当时出入的一些政策 我是觉得没有很好地针对这些问题来进行解决 所以那时候就让我觉得我应该出来竞选教委的位置 所以后来我就第一个报名 选举是11月份 我1月份就出来报名 这里有一件趣事 我去报名的时候 那我们是菜鸟 没有在美国长大 周围也没有人是很有经验经历过的 那我就自己拿着我的护照本 拿着我的这个Driver's License 我就去到了这个Election Ball of Elections 我就说我要报名 他们说你报名干什么呢 我说我报名选教委 他们说当然可以了 给我一个表 表就两正凡两页 我叉叉叉五分钟填完了 他们说好25块钱 好25块钱 他说Congratulations 现在你就是候选人了 我说That's it 就这么样吗 他说对就这么样 来请您过来这边 说一下你的名字 我们录一下你的名字 我说为什么需要录我的名字 他说是这样的 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有些人是盲人 那么盲人呢 我们是靠读这个名字 让他进行选举的 那就那么15分钟 我的报名作为候选人 就进行完成了 整个过程给我的感觉 就说还真的是挺开放 很容易门槛很低嘛 第二 哇 我们的社会 还真的是很有包容性 很有爱心 想得很周到 好 这是我第一天 所以当时我感觉是100分 情绪高扬 第二天 第二天呢 作为一个候选人呢 我当然需要有财力 那么我就去银行 开一个竞选账户 区分一个人账户 要账目要清楚 去到第一个银行 哦 不知道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好像没办理过 好 我跟着我的这个treasurer 我的财块 就去第二个银行 第二个银行说 哎呀 欢迎欢迎欢迎 太好了 不过呢 在您这个 开一个竞选候选人账户之前呢 您先要成立一个非盈利组织 我说没听说过啊 我这个 我非盈利组织 跟我做候选人 不搭的 好 去到第三个银行 OK 这已经从早上九点钟 已经到中午十二点钟 去到第三个银行 他们说 对的对的 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帮你 哎 手术语也很简单 您坐下 填了一张表 两张表 哦 不行 我们现在马上要跟 II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IS联系 您需要有一个号 好 马上给 那边打电话 然后那边说 我们不能email 不能电话给 只能传真 现在谁还用传真 我们 OK 所以呢 第二天 我是从早上九点 一直到下午四点半 才开成功 我这个竞选的财务账号 第二天 感觉是什么 这个条条框框还真多 这个门槛还真高 我对他的感觉 咚 一下子从一百分降到了零分 那么我觉得这头两天的 这个感觉就是整个竞选过程 你在竞选的过程中 有一天你会觉得很有信心 你的信息很受大家欢迎 也会有一天你会觉得 虽然你有一个很良好的信息 信息 但是没有办法传达给别人 或者别人不是很接受 接纳你这个信心 而我觉得最终你应该感觉就是说 你要参与 你不参与 你就没有机会 只有参与才有机会 我的竞选来说呢 有一些的难度 第一呢 我要争取的这个位置 已经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了 这一个是一个犹太 犹太人男性博士教授 那他在教育界的这个 应该说背景和他的这个资历 也是非常值得人尊重的 就是教委 他已经坐在那个位置上 我是挑战他这个位置 教委呢 有七个大人 然后有一个学生 所以教委是八个人组成 那么我们蒙郡的教委呢 很有意思 这五个是分区的代表 两个呢 是代表全郡的 但是我们的选举是 每个人都是全郡的选民选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新来的人是有更不利的 为什么 我们新来的人 没有那么大的社会关系嘛 我们新来的人 没有那么雄厚的 这个资金 所以你要越多的人 你需要联系 你就需要更庞大的团队 更大的资金 和更多的时间 和更高的这个知名度 所以我要挑战一个 坐在位置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 我是没有知名度的人 挑战一个有知名度的人 有难度 然后呢 虽然我来美国三十年了 但是大家知道我是成年人以后来 讲英语还是有口音 我在学校工作很多年 讲英语还是有口音 在这里呢 我想呢 做一个detour 我想拐一拐 跟大家讲一讲英文这件事情 OK 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说 我们有语言的障碍 所以我就没有去 刀腾这些事情 参与这些事情了 首先我要讲的是 对于我来说 我来美国三十年了 我再也不能够拿语言作为借口 不去参与 这里是我的家 我要去参与 第二 语言的目的是什么 语言的目的是跟另外一个人建立 搭一个桥梁 建立一个关系 但是建立关系不只靠语言 我们和人和人的关系 语言是一个方面 但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知道我是需要 跟另外一个人建立关系 你会有很多的方式 来建立这种关系 而且就在表达中 表达不单是有语言 还有肢体语言 还有很多的书面语言 这些都是可以 不占局限于口语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不能把语言 做一个不参与 或者是切于参与的 一个借口 小时候我和我儿子进行交流 我儿子就看在桌子上 放了一瓶奶 儿子说 Milk 我说不能喝 Why 坏了 Oh broken 我说 不是broken 是臭了 臭臭了 Oh somebody poop in it 这个 我跟大家讲这个例子 就是说 我和孩子 小时候 他学中文 我学英文 Right 我们两个的这种交流 坏了 他说broken 但是我说的坏了 是奶 坏了 不是broken 是变质了 是spoil 但是我为了让他了解 我就说 是臭了 因为我不觉得他懂 spoil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 他臭了 Oh 但是somebody poop in it 就是 我们语言是一种 是有一定的障碍 但应该有我儿子的那种精神 不停的问 Clarify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你是这个意思吗 永远会有一种方法 最后能够讲得明白的 Right 虽然开头的时候 讲不明白 只要你坚持 都会讲得明白 我竞选中 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去更多的场合 见更多的人 我当时每天都能去了解 社区有什么活动 然后去参加活动 不单是亚裔社区 黑人社区 西班牙裔社区 白人社区 学校的社区 去参加这些活动 跟人聊 介绍自己 另外呢 愿意介绍自己给 已经在职位上的 这些当权者 介绍自己 一定有 一定有两个三个自己的政见和主张 能够清楚的 讲明白自己想干什么 要干什么 觉得可以怎么去干 我觉得 因为有这两点 因为清楚自己想干什么 要干什么 另外呢 因为愿意去 见这么多的人 慢慢呢 一传百 十传百 这样就传开来了 所以我是在今年 这点也要感谢社区 我是在当年 我们是有很多个候选人 因为有四个职位都在竞选 然后每个职位都有两三个好几个人选的一些职位 我是所有候选人中得到最多的经济支持 财力支持 也是最多得到当权者就是支持 就是他们替我背书 说我们愿意支持Julie来任这个职位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前几天 我们做一件事情 说去年这个时候 你没有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我说是啊 我去年没来 然后我就打开我的日历 看了一下我去年的那个日历 然后我就发现那天我去了六个活动 然后我现在看一看觉得 那天也应该是挺累的吧 然后呢 我是觉得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奔鸟先飞 或者说早起的鸟有虫吃 或者说天愁情则 我是觉得无论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努力的这个 还是很重要的 努力的你愿意花这么多功夫去做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努力和结果还是有 outcome的 教委其实是很大程度上的一个奉献的工作 因为教委的委员是不得到高的工资的 OK 作为蒙俊教委的委员 我每个星期工作52个小时都不止 但是我一年的收入是多少 两万五 OK 然后呢 我记得初选的时候 我就站在这个社区中心外面 社区中心是投票站 我站在那里穿着我Julie Young for BOE的T-shirt 我先生呢 也穿着Julie Young for BOE的T-shirt 然后呢 就有一个选民走过来了 然后我就给他递我的单子 我说请您投我一票 我的背景是什么 我就给了一个30秒钟的这个 我的演讲 然后他看了看我说 我不选你 OK 我说那我们能再聊一聊吗 他说我不想聊 他就他就往前走了 这时候我先生就出来了 我先生说 我先生说 女士啊 太谢谢你了 我能不能够握一握你的手啊 他就吓了一跳 他说那是我太太 你不选她 我感谢你啊 他你知道他要损失多少的工资 来看这件事情吗 我们全家感谢你 然后呢 我先生当然是开玩笑的 然后那个女士 他那个女士 他也停了一些 他说 他说是的 他说也许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但是我非常敬佩你的精神 OK 然后呢 但是这就是一个我先生的幽默 但是也指出了一点就是说 我们出来竞选任何的官职 你都不要想到他是给你马上的经济的回报 无论从做州长也好 郡长也好 郡委员好 也教委委员好 这些人如果他们进私利的行业 他们都会有比较成功的这个 因为他们具备一些领导的才能 他们都会有一定的成功的 所以多数的人出来竞选这些职位 都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在某些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奉献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是觉得我属于幸运 能够有家人的支持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还有社区的支持 所以我是非常的感恩 这四年中呢 我有很多的事情我需要做 我是觉得教委的最大的工作 就是让教育质量提高 提高学生的这个学术的成就 这就是教委最大的工作 那么今年呢 教委的很大的职责是这个教育经费的预算 那教育经费放在什么地方 能够体现我们在什么地方下功夫 那今年作为盟俊教委委员 是我第一年参与这个教委的财政预算 那么今年在我们的预算中呢 我们让所有的AP考试和IB考试变成免费的 什么意思 所以美国的高中生是可以选修大学课程的 那就是AP考试 美国的高中生呢 有一种教材叫做IB教材 也是要考试 这种考试是每个考试90多块钱 100块钱一份 很多孩子考四门五门 对家庭来说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 所以今年盟俊是所有的AP和IB考试免费 另外的一个财政预算是去社区大学上学 就是说如果你在高中的时候 你想选一两门社区大学的这个课程 这现在是免费 高中生免费选择社区大学 另外在今年的财政预算中间呢 我们呢增加了25个叫做数学的specialists 数学专家 因为我是觉得这些数学专家还是专门给小学阶段的 多数的美国的小学老师是非常热爱孩子 多数的老师是非常喜欢教英语的 很少的老师是希望教数学的 所以啊 但是在美国的小学呢 老师是不分科的 在一天下来就跟着一个老师 所以我是觉得很有必要把数学的基础打好增强 数学还跟其他学科啊 比如说历史啊 英语啊有点不一样 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基础打不好 那么在上面你就架空了 就没法理解这些概念 所以呢 这也体现就是我们要把数学的教育 所以我是希望在我就是在任上的四年真正的就是提高教育的治疗 盟军的这个教委的竞选是全军的竞选 你需要啊不单是你居住的选区而是整个郡啊五六个区你都要去在这个竞选的过程中就是一个很好的认识这个郡的全貌的过程 你从最南边走到最北边 从最东边走到最西边 你会发现各个社区的需求是什么 而且最终其实我发现大家虽然近况有所不一样 但是大家的诉求都是相同的 大家想什么 大家想有高质量的教育水平 大家希望找到良好爱他们孩子有专业知识的老师 大家希望自己的孩子身心健康 大家希望就是说学校的这些运作是正常的啊 是smooth的没有给家庭造成不方便 不会说校车不来午饭没出现啊等等情况 所以很多大家的诉求其实是一致的 所以呢啊当我接受了这个工作 因为经过了竞选这11个月的洗礼走过了这么多地方 我没有觉得做到这个位置上觉得有什么惊讶 而且我在系统里工作了11年 没有觉得哇210个学校 25000员工16万学生太庞大了 我没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已经很了解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我觉得给我意外的是 给我意外的是 我每天都能感觉到 大家就是急迫的心情 我是觉得我的成长过程中 我父母是觉得送我去学校了 学校是会管好的 学校会管好的 也许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大概有很多中国父母有不输在起跑线上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是当年70年代的时候 放到学校就有学校管 OK 但是我很惊讶 美国父母一样非常的操心 每天都有很多人给我们写邮件 我的信箱里每天有200多封的邮件 家长有各种的诉求 然后呢也有很多愿意提供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我的惊讶就是说 外面的潜能是很大的 只是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系统 让家长真正的参与进来 学校和家长的沟通是单方向的 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 而没有真正的说 你告诉我什么 我们如何更好的合作来做这件事情 这一点我是觉得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少生空间 另外有一点呢 我是觉得这样 我的工作的另外一个重点 我是希望公校里面有更多的亚裔的员工 这样呢能够提供比较好的这种背景文化的交流和理解 然后比较容易沟通 所以我也是跟我们的学间说 我们的员工里面应该多元化 应该考虑 就是说更大力的招聘亚裔员工 我觉得我们华人家长非常的重视教育 你如果每个周末 你看看我们华人家长的声音 不是中文学校 就是送各种各样的班 对吧 然后呢 督促孩子练琴画画 跳舞 各公益活动 非常重视教育 我是觉得我们华人家长如果能够更参与学校的家长会 找出能跟其他人有的共同点和共同可以改进学校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加入到这股力量中间会全面的提高教学的质量 而且会让自己的孩子也有楷模如何参与到事情中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因为特别是我们很多家长是移民 这个有语言的隔阂我刚才说了 有这种文化的隔阂 如果我们能够做努力去参与 那么我们的后代有什么理由不去参与呢 所以我是觉得用这种长远的目光来看 让我们的孩子更有这个当家做主人的归宿感吧 就是大家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常常听到家长们这样说 我同意给孩子早的启蒙 给孩子更早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探索的机会 是非常有助孩子成长的 但是我看我自己 七岁不能够数到二十 最终出国留学读硕士 然后我总是觉得人生是马拉松 不是一百米 人生是马拉松 机会是你不断的在探索中得到的 就好像是你柳暗花明 你探索走下去又看到一个新的门 探索走下去又找到一个新的门 以后的世界永远是汇绕那种有学习能力 对世界充满兴趣 愿意探索的人会走得更远 而且不但是走得更远 我是觉得你在走的过程中更有意思 另外呢 我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是移民 我们常常讲说移民有一种移民的特性 我们非常注重survival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新的地方生存下去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有目的 我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得到这个 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成功来说是一个很有利的一种 也是鼓励我们向前的一种精神的力量 但是我总是想跟我们的家长和我周围的朋友说 就是说我们的家庭生活中需要有joy和pleasure 我们在家庭生活中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是为了某一个结果或者目的去进行 那么我们也要教会跟我们的孩子一起享受joy 一起享受pleasure 有这种downtime和这种亲子关系的时间吧 我是觉得那样的话 也许我们能够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能活到80岁 很多人活到90岁 那么也许这样我们能够更久的热爱我们所干的工作和周围的人相处